这只牛蛙也过得太舒服了吧 只见它在池塘里翻着身子自在洋涌 两条后腿灯的相当有节奏感 感觉就像是在过年一样 这几天受季风气候和台风的影响 国内多地发生了强降水事件 洪风过境 顿时防倒乌塌 很多人间天堂成为了一片汪洋泽国 但当地人在获救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那些牛蛙和青蛙在大水中频频现身 而且还是组团出来的 有点成群结队出来度假的感觉 甚至有些青蛙或者是牛蛙 在翻着身子不断地养涌 这怕不是要嗨翻全场 很多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从小到大 每次见到下大雨发大水的时候 这些蛙类动物 就像是在一夜之间泛滥成灾一样 突然就会冒出许许多多 又好像是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一样 那么这些蛙类动物平时都藏在哪了 为什么会在下了大雨发了大水之后 就会集体出现 它们翻着身子挖涌到雨是为什么 其实这些蛙类动物 并不是在一夜之间长大 更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在一夜之间繁衍所致 这些小小的蛙类动物 平时常被人们忽视 就算偶尔被人们关注 也只会是在牛蛙大餐中 蛙类动物普遍喜欢潮湿 极其讨厌干燥暴晒的环境 而平时下雨不多 或者是没有发大水的时候 蛙类动物们为了生存保命 就会躲在潮湿的池塘之中 或者是泥水里边 因此在一些下水道和水井里边 也会有青蛙出没 8月2日一名河北网友 在大水过境时 无意间拍摄到了 翻着身子杨涌的段子 只见这只牛蛙 在大水弥漫之处 自由自在地快乐杨涌 双腿一灯一熟之间 节奏感满满 网友认为 这只牛蛙是在庆祝发大水 但专业人士却说 牛蛙只是患病了 翻不过身子 在喊你帮它翻身呢 那么牛蛙翻身杨涌 到底为啥 正因为蛙类动物喜欢待在潮湿阴凉之处 所以在发大水的时候 这些蛙类动物就会钻出自己所在的洞穴和水坑 大量出没于水面之上 在这样的环境中 青蛙牛蛙等动物需要抓住时机 尽早地实现雌雄暴队 然后交配产卵 完成对后代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 因此我们才会在大雨天和发大水的时候 看到一堆青蛙聚在一起的奇异场景 这大概率就是青蛙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在集体抱对 繁衍后代而已 用不着太过惊慌 这些蛙类动物会趁着发大水的时节 将蛙鸾缠在水中 但是这里要重点关注一下 那些翻着身子养勇的牛蛙 这些牛蛙翻着身体养勇 并不是因为它们很快乐 而是因为这些牛蛙患有疾病所致 这些牛蛙经常会患有常见的几种疾病 患病之后的牛蛙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翻着身子养勇 如果不在特殊条件 或者是人为等外力的帮助下 这些牛蛙就基本无法自行反转身体 多数情况下 这种牛蛙是感染了一些病菌所致 意思就是牛蛙的体内有了有些寄生病菌 大水过境的河北 却频繁涌现翻着白肚皮 不断养勇的牛蛙 它们这样做竟然不是因为快乐 而是因为患病 你以后见到这样的牛蛙 还敢乱动吗 正常的牛蛙被身体翻转之后 是可以自行恢复正常 而患病的牛蛙就不行 需要人为的帮助 这个阶段的牛蛙比较痛苦 与人们猜想的 为了快乐而养勇的想法相反 像气泡病 就是导致牛蛙翻身养勇 无法正常翻转的疾病之一 这样的疾病 在很多高密度牛蛙养殖基地 最为常见 是牛蛙养住户 最需要注意的一种疾病问题 如果不加以认为干预的话 这些高密度养殖的牛蛙 可能全军覆没 不管牛蛙养勇还是不养勇 那些野生的蛙类动物 大家还是少去触碰为好 如果真的需要去触碰它们的话 尽可能去戴手套 借助工具搬运它们 如果大家遇上癞蛤蟆的话 它们身上的那些蛊包 可是有可能传染给人类的 到时候侵害到人类的健康 那就变得不偿失了 综合上所述 这就是我们在下大雨和发大水的时候 常常见到蛙类动物 突然在一夜之间泛滥成灾的原因 而牛蛙们没有人类的意识 更不会因为发了大水 而兴奋到养勇 这都是无稽之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见